馬總統說 早說嘛 我叫中國來買個薩兩三百噸就解決了嘛 這是7月8號 馬總統是到7月9號 才講說 你怎麼不早說 這是7月8號的聯合報 7月8號的聯合報 表示說這是什麼時候的新聞 7月7號的新聞 中共國台辦發言人楊毅證實 大批大陸首批緊急採購台灣香蕉計畫估計本週完成 將直接從高雄與屏東等三個地區的鄉鎮農會採購 首批採購約200到300公噸 後續將是情況追加 立法院副院長曾永泉說 已經聯絡上大陸國台辦副主任鄭立忠 鄭立忠也表示 今天也就是7月8號將到台北 與他洽談大陸採購香蕉的數量級 今後 我感覺鄭永泉要抬頭 對 這怎麼不把馬總統報告去報告鄭立忠呢 來鄭立忠說要來買香蕉 我們先來看什麼 大批香蕉送進進貨廠 後方紙箱堆的比人還高 通通外銷日本沒有一箱送往大陸 但上個月海協會副會長鄭立忠訪台 開心捧著台灣水果流影 一旁是福建省代表 當時滿宗子的水果鄭立忠頻頻稱讚好吃 還預告7月份將大量採購200到300噸 但農民等了老半天 等不到大陸訂單 日本的啦 剛剛有進來的嗎 沒有 以大中收購的青果合作社為例 去年同期迎接到大陸訂單 出貨前民眾特別拍下照片 相交最多的高頻率地區 去年大陸訂貨120到180公噸 但今年到現在大陸訂單掛鴨蛋 農民為了求生存到處找管道尋求出貨 而在立委幫忙下 屏東將有一批18噸的香蕉出貨到對岸 農民表示海南交滋銷 大陸都自身難保了 馬總統還寄望外銷對岸 這樣的盧役算盤恐怕不能如遠 中國會來買買買我們不知道 因為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最新的消息為止 台灣青山金蕉最多的高峰和冰島 兩個地方 他們的農學都說還沒收到 等於日本今年已經沒收到東去了 消日本的 所以中國會來買買買買買我們不知道 因為過去中國說謊的紀錄太多了 那個太多我們就不用一一列舉了 太多了 中國今天自顧不暇 只有海南島今年賣一百五十萬港的金蕉 賣還有五十萬港還沒消出去 海南島有一個賣金蕉的農夫 也是因為他的金蕉價錢賣主散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台灣一年金蕉都做新山幾棟 沒有 如果照今天主委是沒有收到 今天主委是沒有收到一段 他說 台灣這個米農 高峰米農和其三兩個地方 是新山金蕉一年三萬棟 減台灣的差不多四分幾 所以今年就差不多十二萬噸 十二萬噸 對 台灣一年年產量是十二萬噸 那海南島一百五十萬噸 對 海南島光還沒有消出去 就有五十萬噸 是台灣的四倍多 你叫中國怎麼來台灣買 他來台灣買難道你覺得海南島的農民 不會抗議嗎 我們這裡還有五十萬噸 你不買 你跑去台灣買 敢抗議 殺掉 好啦 就算來買 請問買兩三百噸有什麼用 因為我們的一年年產量是十二萬噸 他買兩三百噸 那不是杯水車薪嗎 你說這個事情 馬英九事前知不知道 他絕對知道 但是我的研判 他認為說這稍微的事情 十二萬噸香蕉值多少錢 不是國家大事 對 這小事情 停兩天就過去了 可是他忽略掉一件事 這個事情對台灣的農民 對農村 甚至對很多北部做農民的人 影響有多大 很多年輕人現在住在台北 打拼了 但是他家裡中安部 爸爸媽媽是農村 可能是種香蕉的 他看到他爸爸媽媽的香蕉 這樣沒價錢 聽到 還不敢 買又沒價錢 他的心裡會痛嗎 絕對會痛 他痛他會怪什麼人 這種人每年會帶給媽媽 我覺得他絕對不會 所以你說撇開選票考量 你今天升我一個總統 你難道不能多照顧一點台灣香蕉農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事情 淨戶四線都有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的各鄉鎮 農業縣份的鄉鎮 他都有產地登記 產地登記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風雨你是鄉鎮 我們這鄉都是種香蕉 還是種其他農產品 每一年你會來 登記說 你今年香蕉種幾家 那可以提出說 今年大概三兩有多少 所以 今年香蕉會盛產 是早就知道的事情 我要強調是早就知道的事情 不是說收了 才能讓人家說 是啊 今年香蕉太多 不是 是早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既然早就可以知道事情 為什麼不事先提出辦法來 你今天農委會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還頂著那個報紙混淆四線 因為 大多數的人分不清楚 批發價和產地價 我們平常心想 大多數人搞不清楚 簡單跟你說 產地價就是農民賺到的 批發價什麼人賺去 中間商 中間商 大拔嘛 大拔不才去賺批發價 農民是賺產地價 今天農民出來 你歡迎他開記者坐那裡跟你說 我三地價值就是這樣啊 你農委會 你竟然還有臉去登一個廣告 用批發價來混淆產地價 很可惡 你知道嗎 他說批發價比去年雞三聲 那請問那雞三聲誰賺在 是農民賺去嗎 不是吧 我看可能是大盤商賺走了 你說的就是說農委會 故意用批發價 批發價 不用產地價 對 那不是產地價 農委會你怎麼不敢講說 產地價到底是多少錢 你批發價就算今年一斤批到100塊 你還要關農民什麼事 農民賺不到 那是大盤賺走 所以農委會 你明知你都來行 你明知這個事情是不一樣的 結果在台灣上次說 用我們的錢去上廣告 不然我們選出來 立法議員說是政客 我覺得農委會最高 是 我聽到馬英雄總統說 怎麼不早一點說 我差一點身體反攻苦笑而死 死因查不出來 他這個 你還要繼續追蹤 台灣離奇死亡 你不知道多少 這個事情 剛才蔡委員說 你不關心農民 好啦 就算你不關心農民 民進黨 這些立委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關不關心 他關心得很 他不知道 他漁情就給他抱上去 說民進黨現在在開記者會 這段農民怎麼樣 他就想說 民進黨 要來政治操作 我們要什麼反操作 他炸就知道 第二 第二 有什麼炸就知道 他說六糕 黃毅他拿出來 我才向他想到 政立中說成立 這個所謂的 緊急採購 採購多少數量 兩到三百公噸 馬英雄說多少公噸 兩到三百公噸 他知道嗎 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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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聯邦說得真對 我們近年差不多 十二萬噸 兩三百公噸對我們的香蕉價格 有什麼影響 根本的影響很隨 馬英雄不知道 兩三百公噸 對十二萬公噸來說 影響不大 他有什麼說兩三百公噸出來 怎樣 就那邊說兩三百公噸 他帶就知道 他怎麼不知道 他帶就知道 這個緊急問題 他每天想到什麼 我說他不是不說台灣 他不顧台灣的農民 帶就知道 他要什麼 他什麼事 他早上想到什麼 有問題 找中國 找中國 這才是我看的空爬所在 現在台灣有什麼問題 你問馬英雄不好 你問他也是在想中國 中國在想什麼 如果這樣我們 不用跟美國採購軍事武器 搞不好 好 我們打中國 搞不好